说到这两天呢 这个韩寒正在拍自己的新戏 那韩寒呢他就比较爱上微博 所以在网上呢就经常会晒出他的各种工作照 而这些工作照呢 更像是工地照 没错 在他的这个戏里面啊 有很多这个带他心目中的男神 像这个冯绍峰啊 陈柏林啊 那在他微博里呢都被毁了 形象被毁了 就所谓男神呢 应该是360度无死角的 对啊 他们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每张照片都是要求这个极致的完美 但是呢韩寒总能在360度之外 找到那个361度的死角 然后把它拍出来PO上去 所以呢 这个出来会总是要还的嘛 昨天陈柏林好不容易从他的工地 被放了出来 就立志把别人黑自己的 全都给黑回来 他黑谁了 我觉得整个造型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 是好玩的事情 而且放在那个环境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样子 春布林口中非常不错的样子 其实是这样的 三七分同乱发型 文艺青年眼镜 嘴上一匹小胡子 还有这高领毛衣与外套的神搭配 以及全是褶皱的裤子 再换这张 土黄丛中一点绿的格子外套 深棕色长裤 还有男主角脸上不羁的神情 还有这张 紧身运动上衣 还有那条有点眼熟的深棕色裤子 隔一边拿铁锹 一边摆裤的毛钝铁 瞬间有两首歌飘进小边的脑海里 当然啦 这样的效果仅限在剧中出现 现在忙里偷闲 好不容易离开了拍摄工地 当然要赶紧恢复帅气的模样 黑色西服套装 彩色衣领白衬衫 漂一长发扎成个小辫子 够帅气 够文艺 衣着确实脱离了工地俩子 不过这有黑的皮肤 还是让小粉丝们心疼起了偶像哥哥 我刚才看了那个暴风 看大力度已经晒伤了 对 我也晒伤了 那你今天还好吗 对 因为我一直洗脸 对 没有他也洗脸 先是自黑 再黑兄弟 看来哥几个是预备彻底抛弃男神形象了 有了新天地 韩寒一定在偷着了 编辑报道